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Rank and Percentile 就是做一个排序跟百分数的计算的一个具体 这个Helph在这边有讲 然后他就会帮你算出来 Percentile的Column 然后这个Result还有Percentile的Type 然后数值型的 那我们开始来看一下 那我们先开启他 那我们一样用我们的SampleData 那在这边有一个 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他的Data 然后这个Data很多,我记得好像有快1000个 1000个,OK 那我们想要把它做一个Rank and Percentile 这个计算 那你可以在Toolbox Markle这里面 那在这里面会有一个这个 Rank and Percentile 然后就计算他的Rank 我们开始把它跑一下 Rank,OK 那你在这边就会看到你的Data 你可以选别的 那我们就选这个Data 这一个 然后PercentileColumn 那就再用这个 这个 第四个 然后FirstEmpty 就会开始从第五个那边 那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资料是用这个你的Percentile 你是要这样去算的 就是这一个 1,5,10,2,15 这样去算 那我们开始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OK 他这个 资料 他的Position 他的SortingData 然后他的Rank 这边他就把你排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 他就把你排出来了 然后他的 累积的 你都在这里都把你排出来了 应该会累积到100 这是他的Percentile 这跟刚才是一样的 95,99 然后他的Value 这样可以算得出来 那我们 这个你可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图来画一下 比如说 你的这个 这个Cumulative 这个Percent 你可以用一个 画一个图 我们只做一个 我们用SingleY就好了 第8来 OK 那画出来是这样 那如果你是用这边用 你的轴你把它改 改成这个 几率轴 他大概是这样 在这边这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你要做Rank 或做这个Percentile 那我们这边都可以看得出来 OK OK 那我们另外去验证这个 他的这个Rank and Percentile 这边 比如说他的1%是在-2 然后 中位数 50在0.3 0.0357 0.0357 然后99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用BoxPro去画一下 去验证他 在这个BoxPro这里面 Manning while我们直接选 这个Box显示的这个 把他放大 那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也是这个 Percentile一个 一个验证 你可以马上把他算出来 那 我们 做Percentile 这个 换例 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 请不吝点赞答订 button 请不吝点赞答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